香港影帝黃秋生 在昨天透露說 他準備要來定居台灣了 敏寬聽說這是一個風潮 黃秋生影帝 他最近他就說了 他就說他可能會來台灣住 而且我們目前 我們的文化部還特別說 港澳居民 如果你在學術 科學 文化等等的 我們還會幫你 申請在台灣做居留 這個不酷 我跟各位報告香港更酷 香港現在有補習班 專門在教香港人 在台灣的買房交通居住的攻略 而且這不是玩假的 玩真的 我們來看下面那個表 港人來台的居住人數 去年在整個上半年200多人對不對 反送中那時候 數字開始往上飆了 1240多人 對 最多1000多人 然後今年開始600多 600多 600多 大概都是去年的大概一倍以上 而且2月其實已經是疫情 已經禁止中港澳來了 3月還這麼多人來 而且他們香港人來台灣 買房子很有趣 他們是家庭戶一起來 好朋友一起來 同學一起來 他們不是一個人來單打獨鬥 他們要來是真的要來 但是對香港人來說的話 他們來台灣買房子也很特別 很多人會想說 你們香港人有錢 應該都會住在台北市吧 結果沒有 他們香港人買房子 最多買在哪邊 新北林口 新北林口買第一多 然後桃園買第二多 第三個在台中 而且他們找的地方 都有共同的幾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是有傳統市場 第二個特色是有捷運 為什麼有傳統市場 原來香港人愛喝湯 他們的湯叫做八碗水煮三碗湯 上面會放肉 放中藥等等的 然後熬完之後那些渣都不要 純喝湯 這是他們的養生之道 所以他們喜歡買在那種 很交通便利 然後有市場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們香港的有錢人 也非常非常有錢 香港比較高檔的住宅區 別墅區叫太平山 叫飛蛾山 我們台灣最高檔叫什麼 叫陽明山 陽明山對香港人來說 叫富貴山頭 最近有一道房子 12.4億陽明山的豪宅 賣掉170坪 先跟各位談 這個復活買貴了 買貴了 貴很多嗎 貴沒有很多 但是買貴了 因為總共地下一層 地上兩層 應該理論上是八個停車位的 那邊因為是台灣的豪宅區 我們台灣很多金控的老闆